之前拍了一些去附近小镇骑车 还有到树林里骑登山车的影片 有些大大就问到说 这样的影片是如何自拍的啊 还有摄影机到底是固定在哪里的呢 也有同学跟我说啊 毕业旅行也想要这样拍 那今天我来分享一下 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拍摄角度 那当然我自己也不是什么摄影专家啦 就是简单的一些经验分享 跟大家讨论讨论 这个就是我在自行车上用的摄影机 这个叫做INSTA 360 ONE R 是一个360度摄影机 这款INSTA 360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还可以换镜头 凸凸的这个是360度镜头 这个平的就是一般的4K广角镜头 现在在拍这个影片就是这个平平的广角镜头 我其实蛮久之前就有在用他们家的产品 他们上一代的产品我也有买 之前用手拿自拍棒结果跌倒的时候 就是用他们家前一代的INSTA 360 ONE X 所以经验告诉我们啊 骑车时最好不要用手拿自拍棒 还是要好好固定在车上才好 除了比较安全一点啊 实际上的效果也是比手拿的好 那现在就来聊聊什么地方可以固定摄影机吧 我觉得最实用的拍摄角度是把手前方45度 可以用夹子等等的装备啊 把摄影机固定在自行车的把手上面 把手部分我喜欢用这个固定装备 或者是这个MAN FLOTO牌的SUPER CLAMP也是很好用 把自拍棒啊这样锁上去 您就有一个INSTA 360在把手前面啦 从摄影机里面看出来啊就是这样 自拍棒啊会变成隐形的 就好像是前面有一个人在帮您拍一样 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实用啊 因为INSTA 360是同时把四周围都拍摄起来的 所以您可以在后置的时候啊做运镜 像是现在看到了这个视角啊 还有现在看到了这个视角啊 其实都是在同一个摄影机同一个位置拍出来的 也都通通都是自拍的 这种摄影机啊并不需要太去思考如何取景 反正就是通通先拍起来 之后再从后置的时候啊去调整就可以啦 这个前方45度角的固定位置啊 可以拍到最多的角度很方便使用 另外也可以把摄影机固定在上管的这个部分 有像这样的夹着啊可以夹住上管 然后摄影机就可以这样固定在上管 看出去啊大约就是在把手上面的视点 像是这个样子 自行车的把手啊会出现在画面之中 这个画面啊感觉很第一人称啊 很有临场感像是电动玩具的视角 实际上摄影机的位置也是蛮适当的 还是可以简单的上下车 公路车的把手啊比登山车的把手窄很多啊 在登山车上效果会很好 视野不会被手挡到 如果像是这样握下巴的话 画面中的视野就更好啦 但是如果是骑登山车的话 我通常是不会把摄影机放在上管的 我会把摄影机放在身上 这是一个可以把摄影机固定在胸口的配件 其实蛮好用的 像是这样啊把摄影机装在这个配件上面 然后啊摄影机就固定在胸口啦 从摄影机里面看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跟刚刚固定在上管啊有点像 但是又有一点点不一样 把摄影机放在身上啊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这样子做的话避震效果很好 在登山车上面差别就很大 像是骑越野车的时候啊 把摄影机固定在胸口位置 即使路面非常的颠簸 路上有很多树根啊还有上上下下的 但是画面还是看起来很稳定 有可能啊是身上的肉肉啊吸震效果很好 我不知道瘦的人啊会不会比较不吸震 但是在我身上效果很好 这个路面啊非常的颠 但是画面还是很滑顺 而且感觉很有临场感啊 再来这个装备就更有趣啦 这个是给你绑在腰上面的 中间这边啊还有一个给你锁自拍棒 甚至是还可以调整角度 感觉上啊已经渐渐要进入夸张的境界啦 摄影机中啊看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蛮好玩的吧 像是后面有一个空拍机在跟着您一样 这个腰带啊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现在Insta360的位置啊在我的正后方 高度差不多是在我头的位置 距离我啊也只有短短不到50公分的距离 但是画面中啊却已经感觉到离我很远啦 随着高低的角度不同啊 还有后置时选择的视角不同啊 它就会出现几个不同样子的画面 像现在这个角度啊是实体上把摄影机移动到我的正上方 然后就看起来像是从天空往下面看的样子 这样子看起来就有点像是一个乌龟在慢慢爬 现在摄影机在我头顶上大约20公分的位置 这个背后模式的摄影啊还可以加入特效 现在来加入趣味的闪电侠特效 你看现在附近没车啦 来开启闪电模式骑快点好啦 其实到目前为止哦摄影机最远都只有在身体前后50公分 都还没有超过前轮与后轮的距离 也就是说都还没有超过一台自行车正常的行驶空间 理论上是没有对四周的环境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接下来的这两个啊就开始不适合在路上使用了哦 现在来试验的是把自拍棒固定在座管后面 同学们使用摄影机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尤其是台湾汽车与机车很多哦 摄影机左右超出车身一点点啊都是很危险的哦 那摄影机中看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感觉还蛮特别的 即使啊在乡下我也不认为适合这样骑到马路上 所以我们测试的地方啊是公园跟公园旁边的这些住家 这个拍摄角度感觉还蛮新鲜的 这个的确是一个平常比较少会在自行车上拍到的角度 这个画面中啊你也可以开始看见影型自拍棒破功啦 轮胎上啊看起来怪怪的地方啊就是影型自拍棒经过的地方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现在摄影机啊是离地面非常的近 压车的话摄影机就会磨到地面啦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更夸张的固定位置 就是直接让摄影机90度在自行车的旁边 在车上看起来啊就是这个样子 在摄影机里面看起来啊是这个样子 就像旁边有一个车友啊在帮你拍一样 在这个小路上啊甚至有车友也没办法这样帮你拍 所以这个像是360度摄影机独有的特技 那现在前面两侧有素 我们要惊险地穿过这些素啦 希望摄影机啊不会打到素 那最后来分享的这个自拍位置是这个前叉位置 就像之前夹在上管一样把摄影机夹在前叉就可以啦 从摄影机看出来啊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也是一个蛮趣味的角度 天空的云朵啊也是很漂亮 我蛮喜欢Insta360的天空啊 云看起来啊都很像棉花糖 最方便的地方啊是你可以在后置的时候运镜 这几个镜头啊都是同样从前叉的同一个位置拍出来的 以前用一般摄影机的时候啊前叉位置蛮少在用的 因为一般摄影机固定好之后啊就只会一直看地面 有Insta360之后啊变得比较有趣一点 它可以看到的地方啊变得比较多 刚刚聊到的都是自拍啊 其实你也可以把Insta360啊拿来当一般的摄影机用 它也可以换镜头从360度换成一般镜头 这样就变成一般的运动摄影机啦 这样把它夹在座管上啊也蛮方便用的 这个就是我把摄影机夹在座管上面帮车友们拍的 它的好处啊就是档案比较小 可以一次按下去就连续拍很久 我偶尔也会把摄影机夹在朋友的座管上面 这样就可以拍到我自己 像这个就是跟朋友去骑登山车的时候啊 把摄影机夹在他的座管上面拍的 当然我是很少这样做啦 因为他们一上车啊没有至少30分钟是不会停的 一按下去啊就是连续一直录30分钟 连续录太长啊您自己要看啊也是很辛苦的 好啦这些就是几个我喜欢在自行车上装摄影机的位置 我自己是觉得偶尔拍些影片还蛮有趣的 其实我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比较有兴趣用摄影机的 想到曾经居住过许多美丽的都市 但是都没有拍摄过影片留下纪念 就觉得蛮可惜的 以后一定要提醒自己去新的地方骑车的时候啊 就要记得带摄影机 非常谢谢您的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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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